Hello, 我是Amy, Hello, Yuki 這次教大家如何賺錢 錢基本上可以打鬼、賣東西、做任務 這次比較方便、快捷的方法 只要你有任務點 藍色這個 任務點基本上可以賺大錢 基本上在日服來說賺錢是不難的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這個任務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 給一些新手剛出來接觸日服 或者剛開始玩的人 或者玩了很久但忘了怎麼玩 可能收音今天有點茫茫的 遲些會改善 做什麼任務呢? 首先有一件事就是先來西城 或者叫窩庫根市 去這個復活戰士 先設定一個項目 按第一個 先設定復活點 還有你要準備一件事就是 時空之時 基本上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去南國的咖啡店買 就可以買到 100元一條 我忘記了其他任務 好像 因為我暫時 印象我自己都玩了很久 可以過幾星期左右 有些還要去玩 有些還要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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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去接任務 接什麼任務呢?跟我來 去這一個 酒店方向 即是剛剛復活戰士下面那裡 有一間cafe 進去吧 最近最快的方法 然後呢 你的level 要在69之後 那個任務是69 基本上你如果30 差距左右 然後呢 都可以接到去拆錢的 每次拆錢呢 就15萬多大任務 那怎樣呢 選擇這個 搬運任務 接著有一個叫做 女世界之隱取方法 這個呢 基本上是最簡單的 還有你看到呢 搬運來說呢 算是最近的 還有最多錢 最多錢 一次15萬 那如果你15點 再加上你日服的那些 即是你每天做了一些任務點 那可能你做完之後 那你那個 怕你吃光的 你可以按住 這裡有一套 它是新手的鮑魚 如果是剛剛玩很久 它一定會送給你 在做完新手任務的時候 那就會每開一個 會有六個送給你 那個任務線 那六個任務鏈呢 然後你每按一個 它就會加三點 加三點 那我示範一次 那現在不截住 那先加了三個 那已經加了三個 那所以這個沒有原用 就是 有特別需求原用 那基本上呢 如果是如無意外呢 因為它 入服這裡不會24小時 恢復1點的任務鏈 那所以它計算一下 如果要15點 的話 就要15日 那即是半個月才會輸入 那但是如果你 平均 一個禮拜做 都應該賺收錢 可以賺到 七成十萬 大約 九十多至一百萬左右 那基本上每個禮拜做一次 這個任務影響 或者每日做一次 那樣 那但是我習慣就 通常每個禮拜做一次 或者 有這麼多時候 就點這裡 做完 做飽 然後 一賺就應該賺到很多錢 那 這裡 點這個 然後 它去光之塔周邊 找這個 拳動不慎的男人 或者 可能 不小心 動手 打傷 打人的男人 然後 走路 拿到行李箱走 然後 不知道行李箱要什麼 然後叫你擋垃圾 等你那個 沒有近時間 就幫你擋垃圾 然後 它又會送給你這些 不知道什麼 湯 然後 摺了它 這個是限時任務 那就可以重複摺 基本上 有四十分鐘時間 隔離走 基本上 然後 走過去 才去買席 那先前任務 就做了這個 這個 半價任務 所以現在便宜了很多 之前就 八千二元 換一張席 那就是你賺回來 扣了八千二元 但現在好像是四千一 四千一 基本上 就 十五萬 只要跑 不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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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點這個 快證 波斯塔 抗痕症 走過去 回到出來 任務 就很簡單 就是跑腿 純粹跑腿 等我一會兒 純粹跑腿 就是跑腿 就是跑腿 去光之塔 去光之塔 到光之塔之後 走 現在是光之塔的下層 我們要去周邊 然後走去下層 這個地路四樓 地路三樓 地路三樓 地下三樓 我覺得是地下三樓 不過它的屏不是六樓 下層是五樓 所以不下層是三樓 所以不下層是三樓 其實我們正在下層 地面 然後 然後 我們要走 收回 現在我們繼續走 我們 基本上 要走多了 去到光之塔的下層 去到地下層 不是地下層 是嗎 是嗎 我記得 右邊這個位置 地圖右手邊這個位置 要近一點 接著去那個 拳動不慎的難喝 應該 然後走吧 在上面你看到這個地圖 指一指它就是 然後 他應該估計 有一個行李箱給你 行李箱裏面 裝了些什麼 就不知道 應該是動手 然後拿一些物件 然後 不敢自己丟 然後找你丟手 然後去回 然後這個就 巧妙了 然後飛回去 按多時 然後回去摩根士 回到摩根士之後 就從木點出來 就走去複點 這個位置 7點鐘方向 即我們又不明白的方向 這裡有一個垃圾桶 點一點它 就幫我丟掉這個行李箱 丟完之後就完成任務了 完成任務還可以的 那你就要拿錢 那就可以回到咖啡 完成它 那基本上 就不斷重複 重複重� 重複 做完任務點 那基本上 就可以找到 很多 一定的送糧的錢 那所以你 半個月裡面 可以賺到150萬 但是 7日來講可以賺到150萬 那基本上 就可以找到 很多 一定的送糧的錢 那所以你 半個月裡面 可以賺到150萬 那 但是7日來講 可以賺到150萬 那 基本上 很快就升了 可以跳多幾格 好像跳多4% 你不知道它有什麼聲音 剛才看到 151200萬 那已經三十幾萬 那這個呢 其實它還有送這些任務出來 送這些任務呢 可以連接 連貫 連貫地 採取任務 它有一個 這一個任務 其實可以連貫性地做 如果 譬如說 這個 已經算是最划算的 如果你計算 那條數 其實 這個 是最划算的 又賺到錢 經驗又多 然後 又可以有些物品 這個物品 不知道吃完之後 什麼 MP5% 基本上今天就做這個 不斷地重複 然後不斷地佔 不斷地佔 我就會繼續做 做到 做到 我沒有任務 然後 等它自動恢復 然後 就是這樣 那今天到這裡 那有什麼問題 就告訴我 這個任務 我叫做 重複 再一次 公運 女世界之取人方法 記得 如果你想賺錢 穩定地收入 基本上這個都可以 當然 有時候可以打 殺怪 賣物品 好 那就是這樣 拜拜